爱说话的鹦鹉 很久以前在新西兰 两只鹦鹉准备组建一个家庭 这些鹦鹉被称为新西兰鹦鹉 这些新西兰鹦鹉在地上挖出巢穴 然后鹦鹉妈妈下了两个蛋 哦 天哪 多么可爱的蛋 一只小鹦鹉破壳而出 哦 我可爱的孩子 看你眼睛眨的 我就叫你小眨眼 好了 另一个蛋裂开了 第二只鹦鹉宝宝爬出蛋壳 欢迎加入我们的家 鹦鹉爸爸给他起名字叫小画牢 因为他从出生开始就说个不停 嗯 这太不寻常了 一般来说新西兰鹦鹉说的话不多 乖乖乖 还是我 你们好吗 小画牢 求求你 别这么多话 不论小画牢的家人怎么要求他安静下来 他始终听不下来 他早上说 他下午说 然后他一直喋喋不休到深夜 他跟父母讲话 他和兄弟讲话 他对叔叔阿姨们 甚至其他路过的动物们讲话 哦 别说了 小画牢 他快把林子里的每个动物都逼疯了 如果你一直这么大声讲话 你会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有道理 不过我们鹦鹉在新西兰没有天敌 嗯 那对你来说真是个好消息 小画牢 于是小鸟为了躲避持续不断的噪音 从小画牢身边飞走了 然而有一天 一个人从附近的大陆来到了新西兰 那片大陆叫澳大利亚 什么声音 哦 看 是只鹦鹉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鹦鹉 嗯 这也是一种爱叫的鹦鹉 我能拿它卖很多钱 小画牢被装进一个木头笼子里 带到了澳大利亚的宠物商店 嘿嘿 我不喜欢被关在这个小笼子里 但是很快 他开始对宠物商店的其他动物讲话 小画牢很稀有 所以他的价格很高 但是宠物店老板很快就受不了他的喋喋不休了 哦 这只鹦鹉太吵了 我得尽快把它卖了 于是他每天都降低小画牢的价格 一天一个女士来买宠物 哦 多么可爱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鹦鹉 他立刻喜欢上了小画牢 看到价格这么低 他把它买回了家 小画牢很喜欢这个新家 这个老妇人每天都为它好吃的 这个老妇人很爱小画牢 她说话一点也没有妨碍它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妇人有点耳背 这只鹦鹉是我养过的最好的宠物 呱呱 这里也是我最好的家